他兩份遺書嘛 給家屬的發還給家屬 但是另外一封是檢察官查扣當證物了 給北分署 給北分署那已經被查扣了 所以你接獲這個事情 你選擇的是揭露 是 黃國昌揭露是什麼時間點啊 他十月六號 他應該在十月六號之前就接到了 不是我是說他揭露 他講出來跟大家講是什麼時間點 這個議題開始燒 非常後面的事情啊 應該十三號嗎 還是這禮拜 就是前兩天質詢的時候 質詢的時候 他質詢的前一天 已經燒了一個晚上了 對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默默做事的人 默默的每一道一定 他習慣都先默默做 然後後面再出手 那也就是說你的效率比較高 我們講的是同一個黃國昌 他的默默做事在做這個啊 修改惠意紀錄啊 不會陷染啊 修改惠意紀錄啊 在痴案啊 對啊 被調掉了 紀錄寫的 不行 知道李宇翔已經爆料了 事情要燒起來了 默默修改 十一月九號修改了公文嘛 說十一月六號的結論是有錯誤的 支持不宣傳這件事情是錯誤記載 他做的就是這一個啊 另外在這個公文裡面其實還有一個點 他有說十一號要請北分署到委員辦公室跟委員說明清楚 我們現在知道十一號謝宜龍是已經沒有上班嘛 請假 然後我要問 黃國昌你有沒有打電話給他 你有沒有跟謝宜龍通過電話 不然十一月六號你是他是沒有跟謝宜龍見面的嘛 對不對 但是昨天黃國昌出來 講說什麼 他被謝宜龍騙了 他如果沒有跟謝宜龍見過面 他如何被他騙 他如果沒有跟謝宜龍通過電話 他如何被他騙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要出來講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跟謝宜龍見過面 或通過電話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其實在十一月六號他的會議結論 他裡面還有一段話 他除了說抱歉讓北分署如此傷痛 還走一趟立法院 你知道他的最後他是說 若北分署有需要協助之處 請不令開口提出 黃國昌辦公室什麼時候 對一個政府機關這麼友善 真的是這麼友善 他說北分署如果有任何需要 請他們不令提出 提出之後黃國昌要幹嘛 要照北分署嗎 這是關於一條人命 人命在十一月六號 當天發生的時候才四隔兩天 黃國昌辦公室召集了這個會議 結果沒想到黃國昌辦公室 做了一個這樣的會議結論 到了十一月九號 為什麼 為什麼十一月九號 他要去修改這個會議結論 原因是十一月九號 勞動部已經正式發新聞稿 告訴大家說他們要重啟調查 所以黃國昌可能意識到說 這一個可能風向接下來 漸漸轉到變對他有利了 所以他可能要出來出手了 所以他趕快改了這個會議結論 所以我說人命關天 對於這一條人命 黃國昌第一開始 接到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那剛剛蘇培姐講的也是 確實黃國昌如果今天的會議結論裡面 全部第一人稱都是用 委員辦公室主任 但是黃國昌出來講的時候 竟然是說他被謝宜榮騙了 對那到底是你有見到還是沒見到 是你的主任去接洽謝宜榮 還是黃國昌委員本人接洽謝宜榮 我覺得黃國昌委員應該說明清楚 因為如果就他這一個會議的摘要來看 出席人員是委員辦公室主任是主持人嘛 還有他們的什麼媒體聯絡人啊 那勞發署的就是有人事事的 有國會聯絡人 還有北分署這個謝宜榮有出現 黃國昌有在這上面嗎 是沒有嘛 那黃國昌怎麼被騙的 他是被騙幾次 他主任代替他被騙 有這樣的嗎 而且我們協調會很怪 一般協調會不會寫委員辦公室主任 只會寫本辦公室 或者是某某議員某某委員辦公室 但他為什麼這一個會議結論是寫 委員辦公室主任認為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主任比較大會咆哮聯絡員 所以比較大 過去有經驗啦 但不是現在的這一個 但是宇翔我還有一個其他的疑問 因為我看到有發了一個說 要針對這起事件 要調查說 到底有沒有職場霸凌的一個問卷 那這邊就說 你是主管還是不是主管 然後你了解到 有沒有被不當對待的事情 然後你來寫 你有聽到什麼什麼 有的話請說明 像是這種問卷發出來 到底就是勞發署這些員工 他是敢說錢味還是不敢說錢味 他們內部給你的回饋是什麼 其實當時在發放這個問卷的時候 分兩個層次 因為一開始是由勞動部說 市長的層級要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然後來重啟調查 開始重啟調查以後 當然就是選擇說 到底要用發問卷還是用訪談 一開始要約訪談的時候 你知道各科室沒人敢去談 因為各科室的人都覺得我訪談完 都是你這一些你的國王人馬嘛 你給我點名字 你以後還要怎麼有什麼出路 對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吹哨者是誰了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人敢報名要去訪談 所以後來勞動部在調查的時候 一度自愛難行 因為發現說沒有人要來 他們根本不能怎麼調查 所以後來就想出了用匿名問卷的方式 但是匿名問卷 勞動部當時是透過北分署的人士士 去發這個匿名問卷 然後還把那個迷封的回收問卷的箱子 放在正風寺前面 結果你知道正風寺前面 就一個監視器 造成那一個 誰去放就清清楚楚的 匿名有什麼 這樣匿名嗎 所以當時北分署的同仁就告訴我說 因為北分署的人士士的主任 跟謝宜榮很好 謝宜榮到那個時候還用LINE在指揮他 所以告訴他放在那個位置 你所有人誰來這邊投了 就知道你誰來誰來寫這個問卷 一一比對他就可以知道 有哪一些人寫對他不利的話 後來我們不斷的溝通 因為勞動部坦白講 部長當時辦公室有一個同仁有跟我聯繫 我也不斷的把北分署同仁的訊息告訴他們 告訴他說那個箱子放在那邊不對 你知道北分署一開始多惡劣 還告訴勞動部說 那一個地方沒有監視器 結果最後勞動部說我不信你錄影給我看 錄影講到錄影的時候 他說拍謝我誤會了那邊有監視 我看錯了 我把手勾到拉吧 那最後經過一天半的溝通 因為他調查問卷是兩天 一天半的溝通 剩半天的時間 才把那個箱子放到茶水間 放到一個不會被大家注意的地方 所以其實整個調查的過程非常的荒謬 所以當時我就不斷的提醒勞動部 我告訴他說這件事情如果調查過程 你不夠嚴謹 未來你這些事情都會被挑戰的 而且這是一條人命 如果你不夠嚴謹 未來這些事情其實會造成多大的一個民怨 那現在過去我們提醒他的 他現在大家就看到 其實現在社會輿論 為什麼社會這麼撻伐 就是因為這是關於一條人命 那其實我在最近這個階段 我也陸續陸續的在接到北分署裡面的爆料 之前都有講到說北分署的這個陳情案 是從今年的二月份 就是我送給王安邦次長的那一份陳情書開始 但事實上在謝宜龍 他去年三月一號上任以後三個月六月八號 當時的北極花金馬分署 就有開了一個他們內部的署的分署的會議 這個分署會議在六月八號 在北分署的三零一會議室裡面 那當時的主持人就是謝宜龍分署長 那我給大家看這份報告裡面的第六點 主席才是的地方 主席指示的地方 第一點他寫說宣達署長 就是蔡孟良六月八號 署務會議的指示事項 署長的指示事項代表先開了署的會議 再開分署會議 好第二點裡面講到什麼 有關機關人事調度 首長領導風格事宜不容置諱 然後請所署機關首長比照辦理 因為下面在這個北分署裡面 他下面還有什麼就業促進科 然後還有包含這個什麼訓練推廣科 還有一些就業服務站 他告訴大家說 首長的領導風格是以不容置諱 而且所有的機關首長應該比照辦理 除此之外第三點更誇張 署長的領導風格不會改變 壓力只會越來越強 請各單位全力以赴 未來要求或指示事項絕對要落實 然後本年度雖然無KPI 為平時表現均會列入考基依據 絕不相怨 你看六月八號 如果謝宜龍上任三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在勞發署的署務會議裡面 就已經成案 而且也是勞發署的署務會議裡面 署長都知情 也針對首長的領導風格 都有所討論了 結果你竟然是把這個案子 討論完以後 交由謝宜龍分署長 回到他分署裡面 做出這樣的會議結論 這個會議結論 所以當時有這樣的陳情 他們到底有沒有點出Keyman 是 知不知道說他們要講的是那個分署長 不然怎麼會發回去給那個當事人 那個秦始皇 那個霸王 那所以你才會知道說 為什麼這一起事件會燒得這麼嚴重 因為下勤無法上達 勞動部從頭到尾是狀況外 因為到署長層級 不好意思 我已經發回去給你北分署了 北分署的首長 一級主管在單位裡面 他第三點這個意思是怎麼樣 就是說今年度雖然沒有KPI 不好意思喔 如果你們大家還繼續有聲音的話 烤基在我手上 你裡面的那些 不管是公務人員 正式人員的烤基 包含裡面的月僱人員 他人力標案是一年一千的 每一年你今年如果做不好 不好意思明年我告訴你的這個需求單位 說這個未來不要簽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每個人有自己的經濟壓力 他怎麼敢再繼續吹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去年三月謝宜龍 剛上任三個月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沒有好好處理 一直導致到今年二月份 我交由王安邦次長 處理這件事情以後 到最近發生的這件事情 如果過去勞動部或者勞法署 就已經知道 謝宜龍在當時就已經有做處理 憾事不會發生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國家應該要藉著這個 這一次的機會 痛定思痛 真的在文官體系裡面 我們好好的來看 到底有多少的謝宜龍 在我們文官體系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糾錯機制 甚至於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設置一個人事總處 設置一個包含這個讓公務人員都能夠有效的 能夠陳情單位裡面有什麼問題 透過這樣的一個匿名陳情的方式 真正能夠根除這些謝宜龍們